哈嘞 各位 大家好 我是柯子丁 今天终于要来吃 好朋友小杰师傅的齐佐乐 之前都是拍比较主题式的 像是玉子烧 还有熟成生鱼片 那这一次呢终于要来 尝尝看它的好手艺 我自己呢也是相当期待 听说它有一道最终饼 是他们的招牌料理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走 为在台北大安区精华地段的齐佐乐 主厨小杰师傅 非常喜欢运用日本高级食材制作料理 会随季节 余获去调整供应的餐点 但当然也有几样是齐佐乐订番招牌 不会随意更换 装潢风格简单直接 日式的木质店面 配上精致的茶杯器皿 气氛舒服放松 师傅已经在备料 等等会端上什么美食 令我期待 细如法斯的水云 是相当特别的冲绳特产海藻 口感非常柔顺 配着醋冰冰凉凉的很适合 夏天需要开胃的味蕾 杯子里面藏着甜蝦和绿竹笋 提供鲜甜度跟脆口的口感 配料丰富是我对齐佐乐的第一印象 来自青森县的野生笔木鱼 口感非常柔软Q弹 而且带有微微甘甜 我很喜欢特别的食材 芽葱 小杰说是在动漫降泰的寿司中有出现的食材 味道比一般的葱味更细微 不会抢过其他食材的味道 用水果醋泡过的萝卜泥和山葵都能让整份的味道更加清爽 层次感就体现出来了 经过七天风干熟成的湿鱼 鱼皮是利用类似广东风干的手法让表皮干燥 再用小火慢烤的方式达到酥脆 但内部仍然是生鱼片的状态 风如口中吓了我一跳 忽然间有种在吃西餐跟日本版前交错的感受 这种形态的生鱼片倒是第一次吃到 而且浓郁的脂味也让入口以后感受到浓浓的香味久久不散 用日本高汤和酱油煮过的鲍鱼本身口感柔软带点Q弹 上头是用鲍鱼干与松露酱做成的酱汁 带有更浓郁的鲜味 吃的时候就是一种享受高级食材的爽快 炭烤过的银屋贼和店里自制的蛋黄味噌酱 搭配的相当理想 豆鲜味的味噌与沾附了点酱油的海鲜味屋贼 配起来真是美味 这道家点的最终饼是齐佐勒的招牌料理 松叶蟹中藏了一颗蛋黄糖心蛋 吃下去时会绵绵滑滑的 整份的口感层次相当令人惊艳 外层酥脆中心多汁又柔软 底层又有柚子饰饼 味道上要用香味肆意形容 微微的甜味衬托着蟹肉的鲜美 又有蛋黄糖心浓郁的香气包裹一切 用天妇罗手法将干贝裹上粉浆之后 榨至外层些微上色 咬开以后干贝里面仍然维持生食的状态 口感非常好 而且能够吃出层层堆叠的层次感 乌鱼籽的鲜味也将干贝的甜 衬托的很刚好 前菜到了一个阶段 进到了重头戏 寿司准备上桌 充满油脂的熟成黑鱼大腹 油脂包覆坎直接满溢在口中的每个角落 直接在寿司的第一罐 就提供黑鱼大腹实在很特别 主厨说这是一股热血的直球对决 让你马上就能感受食材的强力美味 用精细刀工切过的导僧鱼入口之后的脆口感非常好吃 会让人忍不住想多咀嚼几下 越吃鱼本身的脂味就会越明显 只要生在台湾应该都能理解肉松带给人的美味 运用在握寿司上想必就会让许多人吓一跳 但其实这是日本相当经典的做法 用蛋黄跟醋炒出的醋松粉搭配味道较淡的小鱼 吃起来对我而言就相当有新奇感 会让人会心一笑 这是一道相对于蒲烧蛮更加前卫的蛮鱼做法 用日本刀法牵切将骨头切断 让食客完全吃不出鱼刺 再用低温慢慢把鱼皮烤到极致的酥脆 再刷上酱汁让鱼肉本身香味四溢 吃的时候会有一股满满的满足感涌上心头 小杰师傅的上菜逻辑与一般板前卧寿司有所不同 传统寿司习惯由清淡至浓郁 连续数道生冷寿司 而其左乐强调节奏的跳动以及出其不易的上菜 冷热时穿插符合台湾人喜好 用音乐做比喻就像是爵士乐一样热闹洒脱 大量的运用跳脱传统日本料理的技法去呈现鸽烹料理 可以说是具有浓厚个人主义的个性料理也不为过 经过酱油腌制的黑鱼刺身 肉质会比一般普通的黑鱼刺身更加柔软 黄柚皮也让鱼肉的香气有着加分的作用 板前寿司很少出现的北海道野生鲑鱼 师傅说这叫做食不知鲑 因为在非回游季节回游北海道而得名 韜客眼中的鲑鱼珍品 少了普通鲑鱼的油腻感 香味更加细致 用盐醋腌制过后的鲑鱼肉质 简直像是酱汁一样入口即化 外皮用炙烧的方式让鱼皮具有皮脆的口感 初餐前稍微炙烧北济贝的表皮 做成寿司之前再稍微摔一下整天弹牙的口感 看着师傅在板前表演的样子真的很有意思 北济贝味道清爽配着炙烧后的香气真的很顺口 这份沙缩鱼天妇罗用长得非常像是鱼籽酱的地夫籽与海胆搭配 我很喜欢整个吃起来的口感 外层脆肉质又柔软带点香味 使用海胆与地夫籽则是增加鲜味 齐佐勒开店至今的招牌生鱼片被客人称之为变态寿司 用熟成黑鲑鱼大腹 马份海胆、鱼籽酱组合成了鲜味金字塔 入口的味道要不爆棚都难啊 尽管用看了就知道要做好准备 但实际入口的那一刻仍然被浓郁极致的鲜味吓了一大跳 好爽、直接、爽快 看起来就是齐佐勒的金字招牌 在你以为不能再更浓郁了 接着的融化寿司则是用另一种方式使你销魂 以比目于齐鞭跟新满组合而成的炙烧生鱼片 放入口中时真的如齐鸣一般完全融化 甜味跟鲜味再次于口中爆发 浓郁无比的香气 我觉得任何吃到的人都会感受到极客的幸福感 再还没有回过神来 小杰师傅就送出了他们店内自制的招牌玉子烧 以鱼浆、鸡蛋、砂糖与鲜奶油为底 创造出咸甜鲜、焦杂而且带有浓郁香气的风格 如果你是第一次吃江湖前玉子烧 绝对会惊讶于这种美妙的口感竟然如此神似蛋糕 却又有着很明显的不同 参其结尾的味噌汤夏天使用了两种白味噌制作 汤底是用鱼骨熬成搭配腐皮提供滑顺口感 我觉得这碗味噌比平时喝到的再甜一点点 我想这就是因为夏天的关系吧 最后的结尾就是用柠檬洞搭配的季节水果 算是一个简单清爽的甜点结尾 小杰师傅在用餐的过程中分享他的创作理念 他认为高级的鱼货食材其实只要有心人人可得 但每间板前要做出属于自己的风格 一直以来齐佐乐都是希望用豪迈直爽的方式 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味蕾的冲击 我自己在吃完以后的感受也是如此 齐佐乐呈现的美品绝对都展现出满满霸气 豪爽中充满料理技术 这种风格好处是能让任何人一吃就懂 风味强烈 诸多丰厚油脂品相的路线 也适合与日本酒白酒一起搭配享用 来到这边可以尽情享受深具台湾情调的おまかせ 吃完齐佐乐了 刚才一连贯下来是十九品 吃得蛮饱的 我自己目前印象最深的还是最终比那一道料理 不管是从口感的层次感 或者是味道的层次感 还有整个均匀和谐的感觉 确实会让人家印象深刻 所以如果你来到齐佐乐都跟师傅询问一下 可不可以加点这道菜 我是很推荐的 我是可以吃鱼 喜欢影片的话请按赞分享订阅频道 想看我再继续介绍哪间餐厅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